鹿谷香农会举办茶叶比赛已有誓辞多年的历史 总監事林毅能表示 感谢评审与茶农们的努力 让鹿谷优良的洞顶乌龙茶推广出去 今年赛事的茶叶不管是发酵还是赔火的程度 都比去年提升许多 评审林如宏表示 今年参赛茶叶很彻底展现出鹿谷洞顶乌龙茶的特色 今年的鹿谷香农会冬季茶的比赛来讲 今年的无论是发酵程度及赔火程度 其实都比去年来讲都还蛮不错的 尤其像今年的发酵香 还有就是赔火赔的冬季酒吧 就是有赔透这样子 那这个是很不错的一个现象 那这也是我们鹿谷洞顶茶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色 今年参与比赛茶叶件数有6709件 能从中得奖实在很不容易 协议员许素霞恭喜得奖茶农们 也希望能有更多的民众参与茶叶比赛 带动地方茶文化 今年我们鹿谷洞会比赛地比赛有6709班 所以这班数也真的非常多 有这么多农友来参加这次的比赛 表示对我们的农会非常有信心以外 对自己的这个地非常有信心 所以今天是比赛地开张的一个日子 设计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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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议长何顺丰表示 感谢茶农们的辛劳 制作出品质优良的茶叶 希望借此带动地方的茶叶发展 记者卢日凯陆古香采访报导